賴清德在新北萬里老家違建打死不拆 還硬說是公僚 這超豪華違建公僚 幾十年來還狂逃漏稅 離譜的事現在連補稅都不繳 我們問了新北市劉荷蘭劉副市長 財政局局長 說稅捐法裡面繳納是到11月30日 那今天已經是12月5日了 到底我們賴主席房屋稅地價稅有沒有繳 今年的日本財務大臣因為涉及欠稅逃稅 火速請辭 身為副總統喔 你還要繳除總統大位 你可以抗稅 是不是台灣人民都可以不用繳稅 賴清德說到現在還沒收到新北市通知 已認定他老家房子是違建 名嘴炮轟賴清德 從國大代表一路升官 當到副總統 違建部差額欠稅 這不是特權是什麼 清德現在應該改名叫賴皮鬼才對 說你有繳過稅 結果後來被發覺 你根本沒繳 清德特權嗎 礦工資質比較厲害嗎 賴清德佔的特權 還想要裝可憐 不只賴清德豪華工廟沒拆 賴清德左右手潘莫安被踢爆 北漂幫賴清德輔選 但是助理禁止花6萬 就能住進綠能業者 5千萬的氣派豪宅 還輛豪車爽停兩個車位 網友坐梗圖諷刺 北漂青年頂樓家蓋求生存 結果綠營高官潘莫安 竟然可以用6萬爽住豪宅 進步才住財團的房子 對 她每次這樣居住正義 太諷刺了 連自家立委 林楚英也跳出來 自曝自己跟潘莫安住 同一棟 五千多萬豪宅是鄰居 我有炮轟 原來民進黨的居住正義 就是賴清德搞違建不用拆 一頭拉古綠銘 帶住豪宅 像是王定宇租房 也只要8千塊 新手流豪厲害 不是豪華違建 就是住豪宅 有哪些北漂青年 一個月要花6萬8 可以有能力去租一個豪宅 更不要說 現在林楚英也自曝 就住在那一棟豪宅裡面 住在豪宅裡面 再高喊所謂的居住正義 挑選總統的人 帶頭不拆違建 不繳稅 新潮流綠營大官 一口氣就能住進上千萬豪宅 難道民進黨狂喊的居住正義 只有對自己才是正義 記得向盧林璇台北報導 我是方彥迪 主播工作讓我學習 傾聽所有人的意見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斷 也許我們無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從新聞裡 看盡每一道風景 我是方彥迪 請你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要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